難道就是聖誕節就要到了嗎 那各縣市為了要吸引全國民眾來觀光朝聖 都會打造各種主題的耶誕活動 今年呢 屏東縣市以粉紅夢幻為主題 把屏東公園布置成一座夢幻的城堡 主燈十二公尺高的冰雪城堡 氣勢非常磅礡 希望能夠給民眾最不一樣的耶誕節氣氛 主持人高喊屏東下雪了 現場還真的飄下白花花的雪炮 熱情的國境之男居然可以看到這難得的美景 看到現場飄起雪來 民眾隨著音樂起舞 情緒高昂 原來這是屏東縣政府 為了聖誕節特別出動造雪機 要讓民眾感受到濃濃的聖誕氣氛 全國矚目的屏東聖誕節 今年以粉紅色為主題 將擁有百年歷史的屏東公園 打造成夢幻城堡村 主燈是一座十二米高的冰雪城堡 更會有燈光秀 宣長潘孟安也親自到場啟動點燈 2021年的聖誕節從屏東開始 那最熱的也是最會下雪的聖誕節 那每年在我們屏東的百年公園 今天點燈開始一直到元月二號 都是我們的聖誕節的假期 那這段過程我們每個週末 除了在這個屏東公園裡面 有十七個主題的藝術燈區以外 那每個週末日都有下雪 每個小時固定會下雪 不用看氣象局的預報 那每個小時我們都有在這個聖誕 老公公來發送禮物 這次更首創橫跨道路的聖誕 橫幅行光大道 裝著彩色燈飾的隧道 掛上滿滿的星星 希望帶給民眾最不一樣的聖誕節 記者綜合報導